有趣的對白 記者的朋友就問 CAS你為什麼會參加這個項目呢 CAS就說我什麼都不認識 我只有發音聲 我只有發音聲 我就貢獻我的發聲 記者就問了 阿昇娃姐 你看 我說我有什麼都不認識 我只認識了我的曲 我就貢獻你受過 那你那天就怎樣說 我都是說 我都是不忠心的樣子 我都是貢獻你 但什麼都不認識唱歌 就會有首歌 光而生而生 其實這個insertion 就是我們的統牌 阿蕭潮水 他就是可以說 會一呼吸的一個電話 打電話來 那我第二天我就發放 畫了首歌 當時只有一個光卡 還有啦啦啦 好厲害 如果給了兩位 你們聽到那時候的歌曲 有什麼 我曾經你也是覺得很快 對 對 很快 我那晚跟隨了三次 我都吃了 對 好像我們那晚 整一堆人的工作 一天聽了 拍完NV都知道 對 對 其實你跟陳秋嫻 你跟陳秋嫻 之前認識我們三人 對 我跟Cas就不認識 但我跟很多年我認識她 不知道她是誰 對 我跟她認識她 對 Cas就是我們起80周年的男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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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對 對 對 是的 跟完美妃師姐合作的感受 很興奮 其實初初知道 有這件事發生了 兩位師姐 她已經覺得很緊張 我馬上問我媽媽 我媽媽在當中 不是我媽媽由我幫忙 我媽媽都是馬蘭水人的 是呀 認得到的 是因為有些冤緣 我跟媽媽說 我希望可以跟程秋夏和男士一起合作 我媽媽是很開心的 不過很久要唱 我媽媽就說 快點即將要在家裡練一聲 如果我看剛才這三個一起上頭 打著手 似乎去聽這首歌 和這個MV 但我們給這三個 像是前輩一樣 我們都沒配搭過 全部都有白色 那一隻全部都是白色 心有明細 是呀 其實不單止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所有團隊 包括同時幕後 其實很多不同的校友 她們都很親切 都被我們感慨 她們都很啟願地服侍我們 尤其是師姐 又要負責我們美不美的樣子 她們的樣子交給阿SIM 阿SIM 你為什麼叫她做師 阿SIM在哪裡 阿SIM在哪裡 你的導演 她在這裡 她們都很親切 謝謝 阿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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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 現在就是策劃蕭潮迅和莊惠恩 跟蕭潮迅說製作的心得 所以就要交個麥克風給你 莊惠恩 首先我在這要多謝很多人 這一個MV或者這一個能夠出生 我想基於我們是文春宣 我們是以基督教為我們基礎的一個信念 我想我三個星期以前 我們去想這件事 都得到學校的管理責批准的時候 到現在我想我們好像一個環境 一個很奇妙的旅程 所以我相信這個在上面的主人書基督 都會帶領我們才能做到 對我來說 還有就是 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天上的另外一個 我特別是感恩前一輩 校友師兄 因為八十年那個周年是 錢Sir抓我回來幫學校手 我之前我二十年都沒有幫到學校手 我八十年回來之後我覺得文春 原來是 幫回學校那個感情和自己是非常非常之開心 所以直到今年九十九年我就在想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呢 於是我們演藝界一班同學 看看可不可以一起做些事 誰知道是很開心 一呼萬應 也真的很多謝我們學校的管理 他們聽到這個計劃之後 非常之支持和對我和余建偉八分的支持和信任 這個是很難得的 一個很開明的管理層 我亦都要很多謝三位 我覺得他們是很出色的校長 包括陳偉龍校長 梁桂英校長 和張展明校長 因為一會你們看到我們的MV 我們所有的演員 都是我們在校的同學來的 由幼稚園、小學和中學 你們看完之後 你會發覺每個人都會問 是否真是演員 你們將會看到一個很難忘的印象 我相信因為我們有三位 這麼出色的校長 所以才可以訓練到這麼多出色的同學出來 我想你們給掌聲三位 另外我們要多謝 首先另外我們要多謝 我們要多謝我們三位 龍虎宮都真是主唱的校友 第一就是大師姐剛才 我打電話給她 她是第一個接電話 兩天之後交一首歌給我 以不容辭 一會你們聽到這首歌 我相信未來的五年、十年 甚至是你們下一代的民生兒女 一定會很感動 因為秋華姐和張崇德 是將我們 她是一個新的旋律 但是裏面是隱藏了 我們民生的舊效果 所以這個是一個鬼苦神功 希望你們可以 如果是民生的人 一定會很感動 當然還有我兩位小師妹 阿彭妤和Samira 因為他們兩個其實都是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他們 我第一天到今天 我都覺得他們是非常非常開心去參與這個項目 他們辛苦的 因為他們的壓力在幕前是比較大的 當然我也要多謝我 有了人、有歌 最後就要錢 我那天一想這首歌的時候 也不想學校負擔 不然打給我幾個老朋友 李正培、潘禧華、楊柱江和黃維基 他們異話不算 都沒有問我多少錢 主要不知我多少錢 是非常非常之多謝他們 也要特別多謝現在正在吃東西 那個黃維基 因為黃維基就不單止出錢 他還拿了他八千萬的器材 是我們用的 我想告訴黃維基 雖然你不可以在香港開到一個電視台 但是我們隨時歡迎你回來文藝 搞個維基電視台 因為你的電視台是沒有了 因為通過這次的製作 我們是發掘了很多個很有潛質的 未來的演藝界明日知識 你們一看那條片 全部是他們做的 我相信我自己是非常非常之感動 那到最後我特別特別要多謝我們整個製作團隊 這個製作團隊最初由我這個叫大難 就點了二難 二難就是元劍偉去負責 最後呢就產生了一百人 超過一百人的製作團隊 那開了這個團隊呢 我怎樣形容他們呢 騎騎咧咧 又沒有隊形 沒有目的沒有組織 那但是 但是 幸好我找了我二難 阿元劍偉 在他 真是很有組織地去完成了這個MV 整個歌曲 我是非常非常感動 最初是你們看他們是由於全息的 即我是很感動的 我那一屆那個校友會主席 阿托比阿邵志杰 他是 他是真是驅鬼 那天只有不早7點到晚上11點 是面中11 也是沒有停過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難貌 也是一個很瘋狂的一個經驗 我交給容劍偉到了 多謝大家 各位好你們好 我是容劍偉 其實就阿 演唱要 演唱要講什麼 講靜一靜 OK OK 其實阿蕭先生已經講完所有事情 沒有話要講 我只是想多謝我們80位 校友一起幫忙做事都要做事 我只是想說一句說話就是 我們有崗位的分別 但是我們全部人都是平等的 好 非常有民心Vincent 那應該要跟張偉恩說 聊聊聊 因為你是今次的傳訊和公關 直接出了自己的私房賽 會做好 招呼一些傳媒跟我們聊聊聊 那為什麼今次又會跟蕭情信一起合作呢 其實呢 我想呢 首先呢 今年是90周年 其實學校呢 在去年就已經開始籌備全然的 校青年的活動 由去年9月開始 一路未停止到今晚626 就是我們的壓軸武器 本來一路呢 都是跟回學校 在我排座的活動 直至到晚一天的3月26號 那麼突然就收到蕭情信的一個電話 那蕭情信是我哥哥的同學死黨 那師兄叫到呢 我做小師妹 你不可以去支持的 而且他都覺得呢 他那個構思真是很有意義 剛才他講完 我不再回覆 能夠參與今次的一個這麼吐汗的工程 坦白說 我想我是以我做工幾十年呢 最豐沖闊挑戰的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是昼夜不分的 我半夜三間的電話 叮叮叮叮叮 就是他們在溝通著 那我為了要去 因為作為一個傳訊的人呢 我一定要將他們的精髓 要鼓探出來的 所以我就唯有 很想我多謝這個世界有Whatsapp 我亦都沙了一些message 容許我用這一個時間 讀出一段 是5月26號 由阿屎 就是由阿袁劍偉同學 他出的一段 因為我覺得這一段的文字呢 其實就已經是 wrap up 了整件事 OK 你都不知道我留下了這個歷史 嚇死人了 這首歌是校友為了民生酸 九十周年而好的 更找到三位重量級的校友歌手 陳秋霞 林志美和彭琳舞唱 接下下來的是眾校友 就想到要拍一隻音樂錄像MV 民生書院這麼多年來 套養了很多人才 當中有不少出色的製作人員 但是靠拍一隻音樂MV 好像只能夠體現到 校友營聚和能力 並未能夠完全體現 民生書院的三大精神 光與生命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和全盛 於是我們改變了執行方法 首先歌名改為光與生命 小小花水 曾經我們有個 這個project有個外號 有project name的 懶神秘的 有什麼東寶物語啊 東寶小竹啊 東寶蜜刻啊 最終我們都是留回東寶庭道 作為MV的故事 好 帶一隻歌來光與生命 歌詞裏面也要有 光與生命這四個字 第二 所有參與音樂錄像的工作人員 必須在民生書院畢業或者就讀過 一個四五十人的製作團隊 各有各的專業能力 在校友會裏面是不可能全部找到 所以大部份學友 你們最精奇的 都要接受專業訓練 是地獄式的訓練 在二十天裏面 將自己變成製作人員 第三 這次執導的導演 是2015年畢業的Darren 校友 所以校友之中三位專業的導演 包括蕭潮信 唐婉兒 袁劍偉 還有製作人艾威 王維基 需要在二十天裏面 訓練 輔導 全藝給這一位 新導演 本編的內容就是這個真實故事 記錄了一班瘋狂的校友 如何在二十幾天裏面製作一隻 音樂陸像 為自己心愛的母校去挑戰困難 最後 音樂陸像能否在六二六 九十周年校慶之前完成 這一班校友在困難的過程之中 是合作還是衝突呢 最後這些人又得著些什麽呢 我相信講到這裏 都不需要再多講就是 六二六大家都得著了 亦都不單止沒有衝突 而是十分之團結 大家同不同意呀 你看到整個團隊 這裏呢 就知道他們那種的團結精神 和那種的投入歸屬感 好了 在這個時候呢 亦都要邀請其他的 有份參與的 我們的校友上來呢 就是男生版的張崇基 張崇德 羅力威 一起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製作男生版的心情 我還在這裏補充一位 我們的寫詞人 黃仲健 詩仔 黃仲健 黃仲健 都是我們這裏的師弟 是今天負責寫詞的 你們看的時候 一定要留心剛詞寫得非常之好 好了 那張崇德 可以 我知道 大家都叫我張崇基 我想和你一個人 接觸才叫你 我想這次很榮幸 三位師姐去唱這首歌 也很感謝三位對我的信任 交給這個小師弟去搞這首歌 你說你在這個MV負責些甚麼 我會負責這首歌的監製 一望監製 然後呢 男生版呢 其實我們將會 我們三個推出 但是 那個製作過程還沒說得 因為還沒做 是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為了今晚搞定了今晚 我還想你今晚劇透一下 對 今晚最主要是聽到三位師姐的發表 對 那男生版之後會繼續推出 對 那 好啦 和三位師姐合作 那你怎樣呢 會不會有些 腳軟啊 手震啊 很頭痛 哈哈 不是 是很大挑戰 因為我自己對這首歌的期望都很高 因為 上來我一直聽國語版的校歌 這次可以有一個廣東版 然後要將這首歌 希望可以繼續去傳下去的話 我相信這首歌是 要做得非常之好 那所以呢 三位出色的歌 各有特色 各有風格 而要放在一起 而是這麼短時間裏面做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其實很容易的 好夾的 好夾的 師姐又要飛回來 才可以有少少的時間錄到音 他很厲害的 那天呢 拍完了 星期二 星期三就飛走 今天又飛回來 哇 這個空中飛人 哈哈 OK 那崇基 呃 暫時沒什麽說 好 因為要等男裝版 當然很開心聽到大師姐那首歌 非常好聽 是 我覺得一聽很有感覺 我們其實都唱過一下 不過就不是正式的版本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一聽就很容易記得 是 真的 可以傳承下去 OK 那 羅力威小師弟 哈哈 那這首歌就等張崇基 張崇德老師他們做得好 那 那 我很高興 很榮幸可以用自己的 就是小小的 唱歌去貢獻給民生書院 好 多謝有這個機會 是 希望多些我們未來的師弟師妹都會做這件事 OK 那現在呢 就要請贊助人和校方代表來做上台 一個大合照 包括是黃慧基 楊主光 潘禧華 和李政培四位 高興 也請張經律校長 黃巨熊校長 和陳彥鴻校長 年輕人的前面 年輕人的那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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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獎 下獎 下獎